请童话吗?今天用胶带画一个童话故事 我曾经说过,我并不相信童话 童话,从不告诉我们 住在城堡里的公主,可能活得并不快乐 她也不会说,一枪归影的骑士 没那么在生活的,反而被深渊吞噬 爱情,或许是老天有给成年人最后的童话 人不是活一辈子,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要感谢耀眼的你